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尘王败寇 我冰河谷行事 只求结果 无问落成 哼 是用了天火三玄变之后的你的确很强 不过并不能改变你今日落败的结局 两名斗宗 一名斗宗巅峰就想擒杀我 怕太小瞧我了 大眼不惨 上 不论离火法 没想到小家伙竟然修炼到了这半地步 不论离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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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离火 不论离火 不好 节兵合阵 一股分天 射老 我们的斗气消耗太大了 说不定 不等那小子密法实现抵达 我们被抵御不住了 不要急 将你们体内的兵尊技 尽数传入我体内 我来施展攻击 将那小子一击毙杀 小子到此为止了 兵神功 兵总天 我继续再与他们纠缠下去 天火三宣便实现一旦抵达 即使别说天使了 随便一位冰鹅谷长老 都连行一致无于死地 给我撑住 你 终于扛不住了吗 这下我看你还有何手段 这下我看你还有何手段 都连行一顶 多此一人干翻三大斗宗 其中一个还是斗宗巅峰 难怪新兰会那般肯定 他能够救我叶家 此子果然非常忍 现在还有谁能救我 你能杀了我 魂殿必让你强生不得 我强死 不能 痛苦 相比老师在魂殿所受之口 这恐怕不及其万分之一 即便是让你皇妃魄散 也难以抚慰老师之痛 当年 你可曾想到会有今日的结局 我后悔啊 我会当年没有时间 将你一把朕拍死 让你成长到现在这种车铺 没想到 这一次连老夫都是走眼了 但可惜 此次我冰河谷 不会再允许任何失误 萧炎 你先去歇息 此人交给我 歇息 真当我魂殿的人 是可以随意请拿的 文殿斗尊 此人实力恐怕达到了二星斗尊的层次 此次 情况不妙啊 原来是青海尊者 没想到此次 竟然将您这尊大人物给惊动出来了 天生子 别来无恙了 本尊正好待人在执行任务 且到紧急传信便好情赶了过来 青海尊者 快出手 将硝烟请下 他是殿中执名要擒住的人 你便是那个硝烟 被我魂殿盯上 竟还敢如此招勇 将那家伙放出来 你也跟本尊回魂殿走一趟的 滚开 青海尊者 你安心秦囊那小子 此人是硝烟的同党 就给老夫便好 你跑不掉了 你跑不掉了 像你老师一样 乖乖被囚禁于洪日殿 岂别是死 也拉你垫背 萧嫣 尚复未定 天火尊者要去哪儿 天火尊者要去哪儿 提案 山了 你别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求结果无问过程 哼 使用了天火三玄变之后的你 的确很强 不过并不能改变你今日落败的结局 两名斗宗 一名斗宗巅峰就想擒杀我 恐怕太小瞧我了 大眼不残 上 无论离火法 没想到小家伙竟然修炼到了这般地步了 无论离火法 斗宗巅 斗宗巅 结冰河阵 斗宗巅 离火分天 斗宗巅 斗宗巅 斗宗巅消耗太大了 说不定 不等那小子密法实现抵达 我们被抵御不住了 不要急 将你们体内的兵尊禁 尽数传入我体内 我来施展攻击 将那小子一击毕杀 小子 斗宗巅消耗太大了 到此为止了 兵神功 兵神天地 斗宗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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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三轩便实现一旦抵达 现实别说天蛇 随便一位冰河谷长老 都无情意证于死地 给我撑住 终于扛不住了吗 这下我看你还有何手段 不好 不要 走 滚 冰河谷竟然输了 独自一人干翻三大斗宗 其中一个还是斗宗巅峰 难怪新兰会那般肯定 他能够救我叶家 此子果然非常人 现在还有谁能救我 灵神杀了我 魂殿必让你强生不得 强死 痛苦 相比老师在魂殿所受之口 这恐怕不及其万分之一 很可惜 此次我冰河谷 不会再允许任何失误 萧嫣 你先去歇歇 此人交给我 歇歇 真当我魂殿的人 是可以随意请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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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实力 恐怕达到了二星斗尊的层次 情况不妙啊 原来是青海尊者 没想到此次竟然将您这尊大人物给惊动出来了 天上子别来无恙了 本尊正好待人在执行任务 且到紧急传信 便好奇赶不过了 青海尊者 快出手 将萧嫣请下 他是殿中职兵要擒住的人 你便是那个萧嫣 被我魂殿盯上 竟还敢如此招勇 将那家伙放出来 你也跟本尊会魂殿走一趟的 哼 滚开 青海尊者 你安心秦囊那小子 你此人是萧嫣的同党 不过 就给老夫便好 你跑不掉 像你老师一样 乖乖被求情于洪人殿里 岂别是死 野蛮你殿背 萧嫣 赢 胜负未定 天火尊者要去哪儿 伤了 你便死 小姐 已经打探到 校园少爷的消息了 他在哪儿 小妍少爷此刻在夜城 不过 为了救志友得罪了冰河谷 但想必冰河谷不会善罢甘休 另外 魂殿最近在丹塔活动颇为频繁 以他们与小妍少爷的仇怨 恐怕 灵老 元老 带我先行前往夜城 是 小姐 小妍哥哥 有勋儿在 谁敢动你 我便杀谁 杨火古坛是我叶家的奇异之地 白日阳光会在那里凝聚 而古坛底深处 则会有着一些地心火苗飘出 将阳光能量点燃化为阳火 阳火 不过可惜 如今不知什么原因 很少会有地心火苗出来 到了 前面便是阳火古坛 萧炎先生 请自便 果然是最炽热纯正的天地能量 看来没找错地方 天火前辈 麻烦您和地妖狗一起为我和小妍先护法 不要让任何人惊扰到我们 交给我等便是 有没有感觉天火前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可能是因为长相的缘故吧 天蛇 谷主派你去捉拿那恶难毒体 如今却只有你一人回来了 这便是你给谷主的交代 谷主 天爽长老 此事非属下之故 那些人中有着一名窦尊强者 窦尊 即兴 应该只是一兴窦尊 可看其空间仓库的能力 可有那群人的去向 属下不知 谷主饶命啊 谷主饶命啊 谷主 出来 对 刘尊者果然明不虚传啊 魂殿 还真是稀客啊 那群人的去处我知道 其中一个人是我魂殿的目标 或许我们可以联手一次 兵尊者意下如何 恶难毒体归我 其余人随你们处置 不愧是兵尊者 爽快 待会儿 我会将恶难毒体彻底引出来 然后将你体内的毒气逼至一处 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一定要坚持住 尽管来吧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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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下来 才是最重要的步骤 不愧是菩提化底线 果然有奇效 小医先 运转斗气 压缩毒气 形成毒丹 不好 得加快对菩提万岁钱的翠脸 小医先 坚持住 小医先 小医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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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生 小医生 你 育成 50 年 事 百秋 二 三 三 二 二 多亏了这阳祸古坛 真是智阳智刚的宝地 真是 菩提子 没想到菩提化体弦经过一火断烧 竟能形成菩提子 这可是能够感应到菩提心的好东西 这里面的火属性能量 倒是极为浑厚 怎么会不再冒出地心火苗 这 这是地心珠 地心珠 乃是由大地深处的精化能量 经过无数岁月 方才凝聚而成的一种能量珠体 再练制一些八品 甚至九品弹药时 便是会用到 八品 甚至九品的材料 太夸张了吧老师 你该不会是在吹牛吧 臭小子 怎么说话了 难怪不会有地心火苗窜出 原来是被地心珠给吸收了 试试能否取出吧 这这些都是冰河谷的人 他们来夜城做什么 他们朝着夜家方向飞去 莫非 莫非 可吞噬一火笔 这点疼痛 还是军了一招 比我出来 莫非地心珠 一直吸收地心火苗 如今与阳光能量接触 并能直接化为阳火的源头 这次可真是一件宝贝了 叶家交出恶难毒女 否则今日 叶家灭了 天双子 天蛇 这两位冰河谷的长老 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叶家 什么恶难毒女 我们叶家 什么时候接受恶难毒女了 那个恶难毒女 是不是与萧颜先生 同行的那名女子 对呀 我叶家并不知道 此女便是冰河谷要找的人呢 这可如何是好啊 有什么好慌的 又没让你叶家 去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叶宠长老放心吧 他们是因为我等而来 并不会牵扯你叶家 嗯 天火前辈 许我会会这冰河谷如何 自无不可 想必这位朋友 便是击败我们天蛇长老之人吧 同为斗尊强者 还不知道阁下的名讳 天火 原来是天火尊者 今日之事 乃是我冰河谷 与恶难毒女之间的恩怨 若是老夫请你不要插手 你是否会答应 哼哼 你觉得呢 哼 敬酒不斥斥罚酒 罢了 只要抓住你们两个 倒也不怕那恶难毒女不现身 那小子交给你 别再出岔子 不然谷主可不会再轻饶你 不然谷主可不会再轻饶你 小子 我倒是要看看 这次谁能再救你 哈哈哈哈 天蛇长老 此人便是我魂殿的目标 把他交给我吧 魂殿 小炎 还记得本护法吗 ey 嗚 無毀法 嗯 不错的傻意 比当年吾农狂悟好什么 result 该死 无毀法 这傀儡交给老夫病死 你时隔多年 原来你还是是个只知道剑中外来力量的废物吧 对付你 我一人对 不自量力 老夫灵要尘都能牵纳 更何况你这尚不成细的弟子 区区二星斗宗也敢和本护法交锋 当真是爪子 失去了傀儡 这小子也不过如此 萧嫣 这便是你仗义赶来中州的本事 听你这般实力还想救药臣 当真是笑话 是吗 天火三悬变 第一变 青莲变 这 这是 焚炎古的天火三悬变 巫护法莫有大意 这秘法若是施展三变 至少能够提升近三星的实力 提升三星而已 你逃不出本护法的首心 天火三悬变 第二变 无影变 这小爷 居然生怀两种疑惑 这恐怖的增幅已不可小觑 好在 你这小子的能力 应该还达不到三变的层次 那还好 本护法还是拿的假的 这不可能 你 你 半种疑惑 这怎么可能 天火三悬变 第三变